小伙伴们大家好 每周报告的时间又到了 最喜欢的就是和小伙伴们互相交流 闲聊投资理财知识 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实用 如果很多年前有人和我分享这一些 相信今天我们的成果不止方三倍 所以这期要好好和大家深入探讨 相信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那么今天的主题是 买房钱千万要学这一些事 在房地产这个行业十多年了 很多经验都是自己走过弯路 付过真金白银的代价才悟出来的 里面有太多的知识 太多的注意事项 太多要学习的东西 喜欢房地产 无论现在已经从事房地产 还是将来打算从事房地产的小伙伴们 一定耐心看到最后 这些知识点每样都很有用 好了 下面让我们分点介绍 每样要学习的有用知识 首先第一点 是不断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资金的来源 没有资金就没有后面的一切可能性了 当时的自己不了解银行的政策 不懂得善用银行的工具 又碰到一个不靠谱的贷款人 拖了一年多 错过了宝贵的买房时机 当时更不懂什么是杠杆 很怕欠债 不明白什么是好的债务 说到底就是脑子不开花 不学习拉了自己的后腿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杜绝这种思维 现在如果你们在看我们的频道 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说明您比很多人更近了一步了 频道里有各种关于房地产的知识 比如教您怎么准备贷款的文件 怎么运营银行最强大的武器等等 不妨花时间好好通读一遍 保证让您有收获 这些懂了就明白 怎么去和银行去沟通 怎么通过银行帮您解决最重要的难题 也就是资金的来源 第二点 要学习的是如何选择贷款年限 即应该选择浮动还是固定的利率 这个话题是一个很高深的话题 网上各种不同言论 不同见解 我还是回归到自己这些年来的经验 以个人的角度和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不要一模一样套用 这里的分享只是基于我自己本人的情况 要做多套房投资 以我们的经验最好是选择浮动利率 和显尽可能长的缓缓期限 也就是30年 前面我们选错贷款年限 后果很严重 那一期视频有详细的和大家分享了原因 大家看完这期视频后 强烈建议收来看看 这样可以更清楚为什么 我们这里简单的再复述一下 为什么这样选择的原因 首先这些年来我们真实体验了浮动利率省钱 固定利率省心这个道理 确实如此 对于做多套房投资的人 如果碰到好的机会 很大机会您是要套出资金 或者卖掉手头的投资房来进行更优的投资 如果选择的是浮动利率 罚稀扫 操作灵活 再者浮动利率很多银行是允许您转成固定利率的 也就是如果看到当时的情况确实很不妙 自己承受不了浮动利率一直变化的情况下 也是随时可以把它转成固定利率的 这样不用提前就把自己掉在较高的固定利率上 那为什么建议大家选较长的贷款连线呢 做多套房投资的小伙伴们都知道现金流的重要性 这里时间有限 不追序 如果不知道如何计算现金流 想得到这些信息的小伙伴们 给我们发邮件索取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如果选择了较长的贷款连线 每个月的贷款支出会少很多 也就是现金流相对会好很多 好的现金流可以帮助您取得更多的贷款 对买下一套投资房有帮助 所以我们都是选择较长的贷款连线 第三点要学习的就是 对银行及贷款经理的挑选 每个银行的政策及要求的不一样 建议小伙伴们多问多对比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银行 比如有些银行投资房要求首付35% 有些银行仅要求20%的首付 同样的一笔钱要求的首付越低 能买的房子就越多 所以弄明白非常的重要 我当年就吃了这个亏 傻傻地选了35%首付的银行 以后有时间我们会出一期 视频详聊当时的状况 以便大家避开这个坑 小伙伴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以免错过重要分享 还有就是有些银行 允许您名下有一套支柱房 五套投资房 另外一些银行折不攘 提前做好调查研究 真的太重要了 同理找到一个靠谱 和自己节奏合拍 有效率的贷款经济很重要 一个好的经济不但让您事半功倍 还会指导您少走弯路 少花钱 不像某些只给您出问题 却没有告诉您如何去解决的糟糕经济 第四点 就是要学习怎么选择房型 怎么最大利用资金 我们频道选对房型 多赚几十万 那一期就有相关的内容 专门分享房型的选择 大家一定收来看看 因为选对了房型 不但将来增值更快 也能更好地利用手头有限的资金 提到买房选择房型 找到一个靠谱的地产经济也很重要 特别是自己本身有多套房投资之时的 它不但能帮您挑到好的房型 更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您好的投资建议 比如您买的房纸是否能达到银行评估价 交接时间是否能赶上租房旺季 该地段是否容易出租 租客数字如何 租金的情况如何等 最后一点要学习的知识也非常重要 如果说买到了房纸 是让李长征完成了第一步 那这一步就是如何守住自己的资产 和让自己整个投资过程愉悦 也就是要学习租客的筛选 管理租客等相关知识 一个好的租客让您锦上添花 一个坏的租客能让您头疼不断 甚至失回整一个投资 我们频道里分享的教您五招预防坏租客 五个方式不愁找不到租客 这些内容都是教大家管理租客的 上面能想到的买房前要学习的重要知识 都和大家分享了 不要光是看 建议想买房或者有买房打算的小伙伴 能实操起来 一个实操胜过千个理论 只有经过自己的实操 才能发现和学习更多的东西 好了 这期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有更多好主意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下面评论栏留言 互相探讨总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看到这里小伙伴们 也别忘了动动可爱的小手 给我们点个赞 感激不尽 那这期就到这里咯 下周五我们不见不上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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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